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杯电视 我是雪潮 今天的话题是A股纳入MACI的分析 经过连续四年评估失败后 摩尔根斯坦利资本国际公司宣布 从2018年6月起将中国A股纳入MACI新兴市场指数和MACI全球指数 这意味着向中国市场国际化迈进了一大步 消息公布后 沪生300受涨1.2% 创一年半醒高 上阵指数上涨1.7% 创两个月新高 自2013年起 A股连续三次闯关失败 这是第四次闯关 MACI将出使加入A股的222只大盘股 基于5%的纳入因子 明年8月审批完成后 约上MACI新兴市场指数0.73%权重 此决定 意味着从明年起 海外资金可以直接通过MACI主力指数之一的新兴市场指数购买A股 MACI首席执行官表示 目前这一权重比较低 5%水平是综合考虑了投资原则确定性 法规及监管等因素 若未来中国在这些方面加快完善步伐 MACI可能提高这一比例 MACI是全球投资组合经理 采用最多的基准指数 全球约10万亿美元资产 以该指数为基准 5月 MACI全球指数涵盖的是值约41.3万亿美元 MACI新兴市场指数约4.6万亿美元 预计在部分A股纳入后 将初步带来约170-18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如果A股在未来全部被纳入 资金流入规模能达到约3400亿美元 而这一般需要7-10年才能实现 目前 互生两市流通市值约8万亿美元 每日成交量约500亿美元 A股纳入MACI后 不到2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对交易者情绪的提振 可能更大于增量资金的流入 市场认为 A股得到国际投资者的广泛认可 促进中国境内市场 与国际资本市场进一步融合 体现出A股市场转入状况 在过去几年得到显著改善 本次A股纳入MACI 虽然短期内未必给中国股市 带来大额增量资金 但长期还是会使国际投资者 增加对中国证券资产的配置 同时 海外投资者对A股参与度 认知度和覆盖度会进一步提升 市场机构化趋势有望加速 A股投资风格逐步理性化 在机制和制度上逐步走向完善 此外 受到A股流动性增加 人民币也可能会升值 但是 尽管A股纳入MACI 将为中国市场带来诸多正面影响 但未来挑战仍然存在 第一 全球经济和贸易放缓 将大幅影响新型市场经济 从而降低MACI新型市场指数的吸引力 因此 在A股紧张MACI新型市场权重 0.73%的情况下 流入资金或比预期要低 第二 为了避免在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市场投资 最终MACI指数的基金经理 在构建投资组合时 可以选择不包括A股 因为A股权重太小 不太可能影响基金表现 第三 与国际市场相比 中国市场估值偏高 随着纳入权重 进一步推进 中国市场全球化 很可能令A股估值降至全球水平 第四 现在暂时难以估计 究竟会是A股国际化 还是恰恰相反 因为最近3D互联互通计划启动以来 A股交易员有时会采用 并不完全合规的交易策略 在香港进行交易 并引发一些股票剧烈波动 所以国际基金经理 可能不得不适应A股的交易环境 好 接下来我们从技术面分析 美元离安人民币的走势 自今年初以来 美元人民币开始震荡回调 一度向下突破四个月上升通道 和23.60%回车率 形成下跌通道 5月初 中间价纳入逆周期调节因子 人民币再次升值 货币对跌破38.20%回车率 创进8个月新低 目前 100日均线拐头向下 日前MCD快线及慢线徘徊临轴下放 走势总体震荡偏空 如果市场对A股纳入MACIE 将增加资金流入的预期升温 同时美元继续走弱 美元人民币将会向下突破38.20%回车率 并且测试6.75主要支撑位 但是如若美元得到支撑重新开启上升趋势 汇率将试探短期均线系统的阻力 好 感谢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徐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